吉安山公所积极向客委会争取南浦客家溯源计划 海春秦深一客家二期工程 8号下午邀请客委会客庄创生环境 营造计划督导团前往会刊 商长尤淑珍表示会全力配合朝向正确方向执行 也盼督导团能将意见带回中央 让经费溢注更贴近在地需求 吉安山公所积极向客家委员会争取南浦客家溯源计划 海春秦深一客庄二期工程 8号下午江山长尤淑珍及客庄创生环境营造计划督导团 一同来到仁安博公庙 了解地方需求并建议未来规划方向 江山山公所也透过简报说明计划执行进度 尤淑珍也亲自向督导团提出日前规划说明会中 相亲的期盼与共识 向中央请议希望能获得客委会的支持 并协助解决执行困境 在我们的计划让我们中央客委会获得认同 寄住了900万之后 谢谢县政府寄住266万的地方的自筹款 在我们中央现乡协力之下 让我们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整个的建构 那我们相信这个经费到位之后 努力就是我们地方未来要承载的一个责任跟任务 我们相信请听地方的声音 我们把在地33户的乡亲所有的名义 在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说明会 在即也由今天 客委会的委员来到我们的现场 然后让我们来作为最好的共识 来营造一个打造一个最好自信的一个 我们海淳二企的一个客装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相信博公庙也踏入了我们这一次的检讨设施里面 也谢谢委员能够吸取我们地方的经验 让我们乡亲的意见很到位的听见 带回我们客委会 让我们在这一次海淳行申二企计划里面 做一个设计的一个变更 我们相信我们吉安相公所 未来会更适性在推展所有的地方建设的服务范畴里面 这次的计划将以滨海与工业区里头的 仁安村整修农路以及东苍村整地绿美化 为主要规划范围 希望能追溯客家移民搭船登陆地点 透过工程期改善周边环境 将海滨博公庙结合客家廊道 滨海自行车步道 提供友善骑程的修气环境 这次具有客家迁徙历程描述与动线的导览牌 及加设自行车停车阁 串联观光游戚与在地文化特色 提高地方的观光价值 记者吉安相综合报道